无断无蔑分第27 哇,这个标题 我告诉你 是最难讲的 这一段是所有金刚经里面最难讲 无断无蔑分第27 没有断 也没有灭 没有断 也没有灭 第27 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内容 西菩提 你若做事念 如来不以记足相顾 得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西菩提 莫做事念 如来不以记足相顾 得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西菩提 你若做事念 发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者 说 诸法断灭 莫做事念 何以故 发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者 以法不说断灭 像 这个是最难讲 这一段 我认为金刚经里面最难讲 本来金刚经里面是讲空的 这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则像 我讲了就等于夜球 什么都没有 就是空啊 夜球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没有婚 没有素 没有善法 没有恶法 什么都没有 我们知道夜球也没有人 只有无我像 没有我在那里 无人像 也没有人 那无众生像 根本没有人 也没有众生啊 无受则像 也没有谁 谁的寿命长 谁的寿命短啊 这时间跟空间 在夜球上 都没有意义了 时间过了多久 没有意义 空间 过了多久 空间 多大 也没有意义 现在我师尊在卖这个夜球的土地 你们要不要买 要不要 要啊 要啊 很贵的 因为那根本 我可以勾一大片给你 还写给你 将来你可以往生以后到那里去住 写给你我还盖章 师尊给你做保证 对不对 难卖钱 难卖了 我去加油 没有意义耶 钱在那里没有意义啊 你说在夜球赚什么钱 赚了钱你能够花吗 不能花有什么意义啊 对不对 夜球的土地也没有意义啊 现在你看随便 你看随便一块地多少 一个房子多少钱 一块地多少 你看夜球那么大的地啊 都不用钱 没有钱 也没有钱的观念 那是断 金刚经本来是讲断的 他现在又讲无灭 无断 没有断 也没有灭 也不是完全都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一段是最难讲的 这个佛告诉西菩提 西菩提 你不可以这样子想 如来不以祭族相顾 如来便不以三十二相 或者祭族相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得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你不要这样子想 不要说如来因为无相 才得到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西菩提 你不要这样子想 如来不以祭族相顾 得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又重新再讲一遍 不是以祭族相 去得到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西菩提 你若做事念 发阿尿多罗三菩提心者 说 诸法断灭 你如果已经发了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发菩提心 说法的时候讲 诸法是断灭的 是没有的 活法是没有的 是断的 是灭的 也不可以做这个念头 为什么呢 发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以法不说断灭相 你既然有发菩提心 在这个法上面就不讲 断灭的相 讲完了 你们听得怎么样 爽不爽 爽得很 因为不知道 到底讲这事 公三妙三菩提心 在讲什么 妈咯 你不是讲空吗 不要着相吗 不能有我人 我 人 众生 受者 都不可以做吗 就因为不可以做 阿发菩提心 阿发菩提心 也不可以讲说 一切都是空的 都是断的 是灭的 这一段就是这样子啊 阿发菩提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